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还有一个是惠市 惠市昨天最高的时候已经破了6块9 现在好容易把它拉到6块8左右 但是离岸价是多少呢 真实的交易成本又是多少呢 国家队能救一次 能救两次 能救无数次吗 昨天我们看到的其实只是一个开始 从这个贸易301出来以后 我们一直就在说 中共呢 没拉到当回事 然后到了年底有这个超级301的趋势 那么现在更好 现在彭斯说 中国必须要进行经济上的 结构上的改革 其实人家针对的是国家资本主义 或者把你称为叫党派垄断的这个国家资本主义 那么别说党管经济了 连国家管经济都不行 更别说你全国武装起来 是吧 集中领导办大事儿 在各个各个行业中组织一些 组织一些公司以国家的这个背书 来方便他们扩张竞争 这都是市场经济国家 不允许的 从上个世纪以来 我们就看到了 美国其实是在实行门罗主义 对吧 门罗主义提出来200年 人家只要求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 在其他地方人家并没有要求国土 对中国这个方向 他一直要求的是经济上的利益 他甚至可以帮助你成长 无论是大清末年 还是民国时期 甚至我们看到的这40年 美国人从来没有要求过领土上的扩张 他们只希望能够有更加公平的环境 给他们的商业带来更多的机会 让每一个美国人都能开开心心的活着 人家要的其实是经济利益 你也可以好好活着呀 只要你愿意遵守整个国际贸易体系的规则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都在发表自己的观点 要求价值观要一致 但是很多国家同时也提出了希望在国际法和条约组成的法制框架下 国际法律体系框架下 抛弃分歧 成熟一点的进行合作 那么有些人就听不懂这些话了 成天到晚在国际社会中装逼 装大县是吧 不过也就两条推文的事 你不是有钱吗 你把推特公司收购了不就了吗 像川普这号的 对中共具有震撼性的威胁能力的 给他封号 永久性的不许他转世 不就得了吗 对不对 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你也知道你做不了 有很多事你是做不到的 那既然你知道做不到 为什么要等人家一个嘴巴子抽脸上才老实呢 对不对 国际社会中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谈的 川普说下个星期五 这个星期五 今天美国是周一 这个星期五 开始执行25%的关税 这个星期三中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团 就要到美国来了 那么有些人说了 现在听到有两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呢是 川普的这个做法是给中国贸易代表团施压 你要不快速的签订一个协议 马上去给你加税 代表团周三来 加税周五开始 你有48小时时间 是这意思吗 这是一种猜测 还有一种说法就很搞笑了 说为什么不能对中国实行零关税 那么冻结没收扣押 在美的贪官的财产 这样不是更容易推翻专制极权的中国 前一个观点其实已经不用再说了 无论它是施压还是真的这样干 两条推文出来以后 市场的反应很强烈 我们看到股市中千股暴跌 200支跌停 倒是有一支掌停的是吧 金箭米业卖米的 说明聪明人很多呀 大家都知道地狱模式已经要开启了 人们最需要的是活的 是大米是粮食 别的东西都可以开玩笑 这个不能玩 对吧 没有人 没有那么多傻的 那么 25是不是往上加 是不是执行 取决于中国政府的回应 就已经踢过来了 现在的问题是谁来谈呢 刘鹤吗 刘鹤现在也处于一个两难啊 到了美国二话不说 48小时之内就签协议 这种协议完全是枪口顶着太阳穴签 顶着老门子签 签完了回去 你就是利鸿章了 对不对 出卖大清利 是吧 现在是后勤的 签还是不签 这是个大问题 谁来签更是一个大问题 那么 第二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 假命题 提这个问题的人 就是一个典型的二笔 美国只有与他的盟国 才有可能是零关税 加入一个自贸局 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未来 他与中国实行零关税的可能 几乎是没有的 不要考虑这个问题 你现在跟人家不在一条船上 你已经成为人家的对手了 凭什么要给你零关税 再说即便给你零关税有用吗 冻结人家的财产 美国好歹是个法治国家 它凭什么冻结人家的财产 他可以以法律 他可以以法律条文 来制约 来搜查 来审核 赞美的这些贪官的财产 甚至可以取消 他们的公民 他们的绿卡 他们的签证 但是恰恰 他就不能违背 对美国本土的法律 如果两国交战 这是有可能的 目前不在战争状态下 美国政府怎么可能 去扣押别国公民 或者已经规划了美国的这些公民的 这些财产的 离开脑洞没有关系 不要挑战 整个世界目前通行的法则 这个世界是有法律的 它现在让我们看到的 国与国之间依据于国际法 和条约组成的 法律体系 在这个体制中 各国才有交谈的机会 国与国从来都不是平等的 但是国与国之间 是可以平等交流的 这个交流的前提 就是国际法和条约 那么在美国境内呢 美国要遵循 他的国内法 政府都无权 跳过国内法 出台政策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东西 只是一个开始 它只是一个开胃菜 极有可能 只是一个谎 只是针对于谈判的一个手段 但是我们很清醒的能够看到 人家打个喷嚏 你就病危了 不是感冒 你就病危了 两国之间 还有人在装逼 激突吗 还有人认为21世纪是中国和美国的世纪吗 其实没有 这个世界很简单 现在是一超的世界 大家要习惯的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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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